嗨 我問一下彭校大哥 馬英九跟舒淇本來就是 侯友宜過去一年來 惡補兩岸關係的導師啊 那侯友宜常常講話講不清楚啊 所以馬英九出來講也是剛好而已啊 你沒看這陣子專訪 都是趙少康出來專訪 為什麼 嫌侯友宜專訪沒內容講不清楚啊 所以就叫趙少康上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因為他講不清楚 就趙少康跟馬英九出來講清楚啊 可是侯友宜有自己的路線嗎 沒有啊 確實啊 那確實很有可能就是 馬英九跟趙少康主導 整個兩岸走向的路線啊 是 我們那個 我們地方戲舉有這種 咖哩紅了 就是傀儡戲嘛 就是用好山這樣吊起來 現在比較少了 不過我發現大陸還有這種咖哩紅了 弄得還蠻不錯的 咖哩紅了需要 會講話嗎 咖哩紅了需要思想嗎 咖哩紅了需要路線嗎 他只要線啦 這幾條山 把你扭掉了 叫你 換檔你就換檔 叫你向西 你就向西 所以說對於像馬英九這樣的人 他要的 為什麼他會支持侯友宜 侯友宜最適合做這種咖哩紅了 你反正你腦筋沒有什麼想法嘛對不對 你沒有什麼路線沒有什麼堅持 你又說不清楚 各位不要忘記啊 趙少康怎麼來的 趙少康不就是馬英九的密友嗎 中廣公司不就是馬英九 這樣子 半賣半送的 做給趙少康的嗎 所以趙少康怎麼突然出現 趙少康所講的那些 都是一夥的 都一夥的 這一夥的叫什麼 包括書康在內 這都叫所謂的老藍藍 很不信的 而且是中國國民黨內的統派藍 外省藍 這一夥裡頭也沒有老人 另外有個老人王金平啊 高雄造勢缺人就找他造勢 平常兩岸路線也不會聽他的啊 對啊 然後缺錢的時候 也叫老王出來抖內一下 或者叫老王去找企業界抖內啊 是啊 所以說這個趙少康比我老三歲 這個所以我是所有的老藍藍裡面 我是最早跟趙少康 不是跟馬英九相熟識的 不是說我認識他 而他也認識我 從什麼時候 1981年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是民國70年 各位很多可能都沒生出來 說實在 那這樣 我那時候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國民黨的青年才俊啊 那真的是外省1.5代 為什麼說1.5代呢 因為他在香港出生的 正好從大陸要逃來台灣的時候 在香港落腳生出來的 所以他很難說2代 只能說他1.5代 那麼這樣的一個背景 你知道當時所有能夠 像馬英九這類的 所謂的國民黨的青年才俊 你一定要反共 愛蒙 在美國的愛蒙 大部分 都是萬神 包括後來 當外交部長的 那位胡先生 後來不跟著蔡旺旺旺 到北京去 讓看著汪洋 這種的 一堆啊 當反共 是一條中南捷徑的時候 他們比誰都反共啊 比誰都那個 但是呢 形勢變了以後 他們卻變得最親共了 真的讓我對趙少康 越來越不認識他 但是你說 趙少康今天都還不敢講這個話 趙少康都還不敢講 統一是台灣可以接受的選項 趙少康 我不知道他內心到底是什麼是選項 但是至少目前為止還不敢公開講 馬英九是用前總統的身份講 統一是台灣可以接受的選項 然後更諷刺的是 馬英九好幾個姐姐跟女兒家人們 通通都放美國 馬英九到底話有沒有講清楚 是跟中國統一 還是跟美國統一 對馬加來講 跟美國統一是可以接受的選項 然後對台灣來講 他竟然說跟中國統一 是可以接受的選項 坦白講他憑什麼代表台灣人 代表說台灣可以接受 不要忘記啊 馬英九到最後快下台的時候 他的民調只是要百分之八而已啊 人家笑他八%總統不是嗎 你到今天台灣的統派也都是一成左右啊 台灣至少八九成是巨統的啊 所以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投票前三天 憑什麼講這個話 所以說我們要 真的大家真的要睜大眼睛了 他曾經是我們選出來的總統 我非常痛恨的是他 人家說你看小英總統最受肯定 國防建術 他最令人不齒的是國防砍術 更糟糕的是什麼 他裁軍一大堆支撐的士官 一大堆這個校級軍官被迫提前退伍 各位要知道說那沒關係我們現在 馬上徵兵嘛 沒有這麼容易 軍隊真的需要這些中層 中階層中下階層的幹部 來管理 這些幹部需要時間來培養 他都廢掉一口氣 廢 然後你看看什麼結果 2015年他去新加坡跟習近平見面 馬錫慧 2015年11月11號馬錫慧 2016年11月12號 我們一堆的將領 總共五十幾顆星到北京去 聽習近平訓話 聽中共唱國歌 這叫什麼 上行下校 台灣的國軍的新防 就從那時候開始 從那以後 你上將可以去 那我這些上校 那簽個投降書 一樣嘛 對不對 這就是投降主義 這個就是 讓我們新防解體的罪魁禍首 所以馬英九今天出來的 這一個表態 侯友宜跟趙少康都要吞 而且酸贏 酸贏都是他做老大 對啊 酸贏他當然就是 直接去收拾爛黨嘛 因為選輸都要抓戰犯的嘛 對不對 然後抓戰犯之後 黨主席就要改選嘛 那馬英九是不是也有條件去重新 執掌滾黨當主席 那當然 好來 所以選輸都要贏 對啊 酸贏 侯友宜當一個 空殼的傀儡總統 兩岸路線他說了算 是啊 所以說 我們真的 真的 我甚至今天聽到他這個專訪 真的我氣到說不出話來 為什麼說不出話來 怎麼會有一個 當過台灣總統的人 可以這麼不要臉 還講這是我們憲法接受的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馬英九我教你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叫入讀 不是台獨問題 是入讀 因為有入讀 他們反過來說我們是台獨 對不對 因為共獨 CCP獨 中華人民共和國獨 中共獨立 那中共獨立之後 他比較大尾的人 然後他反過來說我們台獨 對 所以我再叫馬英九 你去見的那個習近平 應該叫什麼 叫匪首 匪球 洗匪 洗匪 對不對 你跟我講中華民國憲嘛 你真的是 馬英九以前的老闆 那個小蔣確實都這樣子稱匪的 當然啦 如果小蔣現在還活著還在 小蔣一定稱對岸是洗匪 當然啦 你去跟匪圖見面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你根本就叛國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